近期台东观光的推动相较于过去展现了多元化以及多样性 许多活动的办理也让台东的美渐渐被世界各国的民众所看到 但是有台东的民众在网路上查询台东美食 台东县政府观光旅游网所列出的资讯实在是少得可怜 观光不是都会放那个店家的照片吗 然后其实那个店家的照片他可以做更详细的食物的照片 这也看不到那个食物的照片就没有医院想要去那家 应该会对台东的观光有影响 我觉得上网看了一遍 我觉得他们在观光地图在美食这个部分做的有点简陋 因为他像一个图片带过的话 可能外县市的观光客会觉得查不到什么资讯 既然他们要做的话应该还有更好的改善空间 可以再列的丰富一点 台东县政府观光处针对观光旅游网的问题 正式还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现代人出门旅行前都有习惯运用网路查询 景点美食住宿等资讯 台东县政府若不积极运用网路行销台东 恐怕民众看见目前的照片或是简单资讯 根本无法吸引他们前来台东旅游了 东台新闻张建廷台东市报道